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咱们给大家聊点好玩的 怎么回事呢 这两天中国国内的媒体上 被一则消息刷屏了 是环球时报的消息说 美国大使馆人员蓄意要搞什么 提前撤离 我方已拿到确凿证据 他们绝对是在蓄谋抹黑我们冬奥会 我们一定要严正的谴责等等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 人们都关注就看怎么回事 那今天人说 现世报来得快 今天真实消息出来了 直接啪啪啪打脸 所以今天给大家聊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 而更有意思是 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行为和最近姚明 他所采用的一些策略 很相像 很有联系 很能说到一块去 所以这两个丰满又不相提的事情 又刻在一起 这乐子得大了 所以今天咱们详细的给大家聊一聊 那你听完之后 如果认同我的观点 千万别忘了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新闻的 首先这个事情呢 包括路透啊 法广啊 消息都传遍 大家可以随便去验证 跟胡一进 跟这个环球时报说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说的是什么 是这个美国这个驻华使馆等这个国务院等等 续谋要把人员撤走 它是要挑拨中国民间的情绪 制造不和谐声音 破坏安定祥和的这个冬奥会和春晚 春晚是我加上去的 而实际上呢 实际上这个要求不是美国国务院在后边窜拨的 而是很多的这个驻华外交官及其家人 他们想不停的向美国国内打报告 说能不能让我们先走 能不能让我们先撤离 是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外交人员主动提出的 那这外交人员吃错药了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中国人说我们这么平安 我们这么幸福 怎么他们要走呢 不失台诀 不是 真实情况是因为 北京包括中国最近越来越严格的这个防疫政策 让这些外交人员感觉到恐惧 感觉到恐 那么根据这个相关新闻的报道说 外交人员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这种封闭式的隔离 全面的清零检测 以及将未成年儿童和父母分开的这种快速封锁 和这种整体隔离 这些外交人员他们纷纷感觉到恐惧 他们要求要先离开 直到他们觉得安全之后才回中国继续工作 所以就有消息人士透露说 美国驻华使馆的人 他们并不害怕生病 因为你知道美国人的这个大神经是吧 美国自己都这样了 那可能他们并不害怕 但是让美国使馆他们人惊慌的是 奥米可罗的传染性明显比之前的都要强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指的是美国这些人 他们看到这个病例在其他的国家都激增 那么他们认为在中国激增可能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测 那么因此如果激增的话 按照中国目前的这个清零政策的话 那么中国会采用更加严厉 更加不近人情 更加不可预测的这种方式 那么为此他们感觉到恐惧 他们说他们想要离开 直到安全的时候才能回来 他们想要防止自己在这个情况恶化的时候 调进中国这样一个可怕的 这样一个管控系统当中 而且跟这个环球时报说的这种蓄谋 这个什么挑唆不一样 根据相关的这个调查显示 美国驻华使团大约一共有1000名左右的人员 其中只有10%到15%准备离开中国 所以像什么路透啊 法广啊 这些外媒的这个消息 无疑是狠狠的绝了这个环球时报的面子 这环球时报可能这消息除了中国境内 就没人看了 就没法看了 好 那么新闻就是这些 有些人可能听完之后不太理解 我们的中国生活好好的 这么安全 怎么感觉到恐惧啊 我们觉得非常放心 我们吃着这个高价的英雄菜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对啊 您可能家里有路子是吧 但是呢 你要知道你在中国生活久了 很多东西你看的是耳濡目染 习以为常 但是外国人 他可不是在中国环境长大的 外国人看中国的很多东西 他这辈子 他可能都无法接受 也无法理解 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我小时候的北京长大 老师都教 咱们生活有阴郁 公交车上地铁上 看见有抱孩子的大嫂 给人让个座 对不对 这是咱们小时候都学过的 而实际上在美国 孩子的管理是比中国要言得多的多的 你生孩子出院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配套设施 安全座椅等等 他检测 并且这个安全座椅要符合质量要求 他就会检测 如果没有的话 你的孩子想从医院走都不行 因为孩子是国家的财产 是国家的宝贝 不是韭菜 至少让你觉得他不是韭菜 所以你说抱着孩子上公交车 抱着孩子挤公交 你必须要把孩子放在安全座椅里 而且你说到地方了 我一个人开车出去 孩子放在车里边 关着车门 把车门锁上 我去逛街去 被警察呆着以后 你可能要失去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而且你可能还会进监狱 所以这就是中美文化差异 这就是中美对待人 这一个生物的根本区别 待遇不同 那么好 那么中国的防疫 最近出了很几个好几个事情 其中比较著名的 就比如上上海等等几个地方 这个什么 商场隔离了 孩子在里边 在这两个外边 家长进不去 包括前两天河南大学业 母女两个人在学业里边 站了一晚上 那零下多少度 就是不让你进屋 就是不让你进门 等等等等 这样的防疫措施 在中国的新闻都能看得到 那更何况这些使馆工作人员 他们应该还有消息 他们应该是可以上外网了 他们总不能还需要翻墙 是吧 他们应该有专用的网络渠道 所以等等等等 综上所述 这些人感觉到恐慌 再加上冬奥会了 这冬奥会阵仗可比往常更大 你知道美国监狱转移犯人 那个车马阵势 可能都比不上北京冬奥会 奥运相关人员这个车马阵仗 要知道美国代表队来的时候 那整个手机场 我听说疯了 随便人不许去 这个点他们落地 出机场等等 这段时间在前后的时间封了 所有人清空清场 完全的闭环管理 完全完全完全 所以整个感觉 这些运动员不像是来参加一个 自己喜欢的运动的一个比赛 而更感觉像出监狱放分 或者是像一个压运的犯人 这些消息在海外都在逐渐的扩散 在传播着 更别提中国要求这些运动员 别废话 不许多说话 表达什么不同意见 可能会要受到惩罚 等等等等 再加上 加了好几个了是吧 再加上 我收到的消息 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 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运动员 可能呈阳性 所以给他们做了加强的测试 那么就不只是捅鼻子 不只捅嘴 可能还要有捅什么呢 捅 不只捅前面 还要捅后面 不只捅上面 还要捅下面 那懂我意思吧 对 那么这种检测习惯 可能中国的这些五毛 和这个粉色的这些生物们 他们可能觉得非常习惯 而且很舒服 但是正常人 包括外国人 他们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种种种种吧 综上所述 他们觉得很恐惧 很恐慌 所以他们要走 这就是这个事情的真相 我觉得这些说完之后 我认为 美国这个县级官员 首先不是全部 只有其中一部分人 人家的要求没问题 没毛病 非常符合人性 也非常符合人家的风格 一贯的风格 是吧 那现在没毛病 咱们就得说到环境时报 说到胡一进了 那你说不是挑唆 不是搞事情 环球时报 为什么要跳出来呢 你为什么要抢先 美国人没有任何文章 美国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 你为什么要抢先出来 报道这事呢 这事其实有点意思 我看完之后 我分享我的观点 不一定对 大家咱们都有评论区可以讨论 我觉得这个词有一个俗称 叫做狗拿耗子 他多管闲事 你想想咱们胡主编 是吧 人家习惯着干的事干嘛 丢丢丢丢 对人家习惯干这活 所以这个职业病 他不是说一时半会儿 就都消得去 所以他现在很明显 又想出来为党分忧了 可是这分忧 他由于分不好 他分不好 他就容易拍马屁股 拍不好 就拍马腿上 这次很明显 在我看说 就是拍马腿上了 我跟你详细说 特别好玩 首先我们说 这事刚刚咱们说了 如果不是胡锡进 回旧时报 他们把这事捅出来 其实没有多少个关注 因为有这个恐惧需求 可能只是 刚才不是报道了 人家每媒自己说了 说根据相关的民调 就在他们这个 使馆工作人员范围内的民调 大概只有10%到15%的人 觉得恐惧 他们想要申请离开 其他人觉得 I don't care 我没没赔关系 对吧 所以其他人本来没感觉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还时不报道 根本就连个屁都不算 根本起不到 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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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北京所谓的 这个安静祥和的都国会 产生任何的影响 基本是没有的 但是 你加不住自己先提出了 这叫什么 这叫恶人先告状 对不对 这小孩偷糖吃 怕这个家长责罚 赶紧说 不是我是他 这一样道理 你自己先抢路 跳出来 防止 这就显示自己 对吧 为了维护冬奥 为了为党国尽忠 为党国分忧 想法 站在中国立场上 似乎是好的 可惜 这地儿没打落地方 因为这个领域 你不仅没把这事 给按下去 反而把媒体的关注力 给吸引起来了 反而把媒体的 这个关注点 给带过来了 而这事呢 跟这个姚明这事有点像 为什么要说这 说句姚明的事呢 姚明这个词 我已经从十多年了 我嘴里没有说出两个字了 因为很久已经不关注他了 但是最近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很关注他 对吧 因为他跟这个美国一个球员叫这个坎特 俩人隔空 互怼 互约 约上了 结果出阳相了 陷了 怎么回事呢 我也不知道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三言两语带过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姚明啊 现在当了官了嘛 对吧 他不再是一个纯粹运动员了 他现在是一个十足的 被沁透了这么一个官僚 但是呢 实际上他对于官僚来说呢 他掌握的并不透唆 所以他很明显的 在这个一些言论上 就也是想为党国尽忠 也是想为中华分拥 然后呢 他就学这个中国这个外长王毅 是吧 学人家说 这个坎特 是吧 这些人 你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 是吧 我欢迎你来中国看看 你了解中国吗 你来过中国吗 你来看一看 你就知道我们生活多好多幸福 那这个事呢 本来姚明可能觉得自己 觉得干得挺漂亮 对不对 你看 现在我多爱国呀 结果呢 没想到呢 坎特回应了 坎特说好啊 我来呀 那我准备去你们不让去的几个地方看看 是吧 我去你们新疆看看 去你们新疆看看 见几个你们不让见的人 对吧 比如说彭帅 我要跟他好好聊一聊 没有干扰的好好聊一聊 等等等等等等 你欢迎我吗 你欢迎我吗 结果这话一出 姚明 你猜姚明做啥 姚明用坎特原话是 姚明像个小屁孩一样把我拉黑了 拉黑了 中央市场说三遍 拉黑了 对没有错 他在IG上把这坎特 拉黑了 坎特对得形容 他说他像个小屁孩一样 那么高 两米多高小屁孩给拉黑了 这个事其实啊 坎特可能不懂 他觉得姚明是怂了 其实不是 这点咱们得替姚明说两句 姚明是发现自己傻了 大哥我陷了 我陷了 怎么叫陷了呢 因为他突然发现 他这话没法接 你知道吗 姚明现在坎特的话 他没法接 姚明说你好啊 你来吧 你要知道姚明不是一个运动员了 他是一个官僚了 他进入体制了 那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以什么样的资格邀请呢 如果他敢说 好啊 你来吧 外媒明天就会报道 中国什么什么什么官员 邀请姚明 前NBA球员 邀请 坎特正式来访 这就是外交事故 你明白吗 姚明不能开这个口 可是呢 现在坎特的回应当中 提到了那么多 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敏感 一碰就 那样的地点的 那样的部位的这样的地区 你说坎特说 那不行 那你说姚明怎么回答 姚明给你解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怎么没事 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没事 这个女士怎么怎么没事 她跟那个谁谁谁谁谁谁 谁谁谁副总理没事 你能说吗 在中国的问题敏感词是这样的 敏感词不是说你帮着反驳就可以 敏感词的意思是你不能说不能提 最好没有看见 这叫敏感词 所以说这个前段时间 特别好笑 就是前面好几个小本红 就在海外去举报这些自媒体 结果有一个小本红 举报了一个也是比较有名的自媒体 结果被警方直接罚了 不是3000还不是6000 我忘了 就是因为你翻墙 你以为你举报就完事了吗 你就不应该去翻墙 所以姚明这事跟那是一样的 你就不该接这茬 而你就不该说 那很明显 马屁拍在马腿上 那说这么一大圈 说回中央标明 说回到这个《环球时报》了 一样的道理 一法通万法通 你明白吗 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以后 什么事情 其实你看完都是一个尿性 都是一个玩法 中国现在的防疫措施 最根本的硬伤 就是你的防疫措施 跟西方跟其他社会 在呈现一个巨大的 一个差距 一个代差 你还在采用这种可防可控 这种完全牺牲人们的收益 完全牺牲人们的经济 完全牺牲人们的其他方面的风险 这样的全面防控的 这样清零的 这样的防疫的时候 西方已经逐渐开放了 事实上这个迹象现在越来越明显 当然它有没有可能出错 有可能西方的科学家也不是第一次出错了 但是目前这个趋势 包括柳月刀 现在也开始方文说话 说这个疫情可能要结束了 等等等等 当然我们还需要谨慎的来观察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不要太早的过于乐观 但是说这个事本身 西方它为什么有这个底气 它为什么有那个底气 敢说这个话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知道 它现在放开了 就算感染了 也无所谓了 因为它们有充足的医疗团队 因为大部分人都有了抗体 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自己没事了 那么继续捂下去 继续风下去 可能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它们经济会受到更多的打击 所以人家现在开始逐渐放开了 包括英国很多国家 都在逐渐的放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中国怎么办 你是风是不风 你是开是不开 你不开 你的各种物资什么的运不进来 你的经济持续停滞 你的经济 咱们之前说 靠做核酸拉经济 那是讽刺 你真能这么玩吗 扯淡了 对不对 老板就都快饿死了 不工作 哪来的饭钱 银行都是借贷 所以这种情况下 种种因素显示 造成了中美两国 这种巨大的防疫代差 也产生了这种巨大的 这种人员的心理感应的不对称 中国很多五毛这些粉色生物 他们觉得很正常很舒服 而且很安全 你看党这么关心我们 而外国人就会觉得 你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 你还这样做 还是可能会更严 那我恐惧我就要跑 所以这个是造成这一出新闻闹剧的一个最本质 最核心的原因 那么从这个原因再往上 基于这种原因 那么《环球时报》看到了 他可能担心影响冬奥 想表忠心 结果没表好 这个属于水平问题 属于认知问题 属于这个基战术 操作不到位 结果拍马腿上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内部 当然中国内部 他们如果受了处分 什么都可能也不会说 但是如果你明白 相关那个逻辑道理 你就知道 《环球时报》 这一次确实玩砸了 它确实是玩线了 是不是用个道理吧 好了 那今天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点是乌克兰 我等会会专门在录期视频 咱们聊乌克兰的问题 因为乌克兰的问题 可能今天聊不完 没关系咱们分几期 这个问题正在搅动着 比台海更加搅动着 整个世界的局势 所以等会我们会详细说一说 关于姚明的事 关于美国撤离的事 什么什么缴论多样的事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过去看法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在评论区 进行一个交流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今天节目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